新北市永续环境教育中心日前欢庆11岁的生日 从即日起到2月17号 特别以湿地、海洋、能源、食农为主题 规划了论坛、摄影展还有主题展 欢迎大小朋友一同前往参与 成立于民国97年的新北市永续环境教育中心 持续推动环境教育 服务人数超过20万人 日前欢庆11岁的生日 举办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但是今年我们不一样 我们希望能够再展现的是一个比较系列性的 所以我们早上的时候有一系列的 比如说像您看到的我们的摄影展 我们旁边有论坛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系列性的活动 下午还有DIY 也欢迎市民在这个月份 能够带着小朋友刚好也是寒假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永续环境 今年的广庆月系列活动 透过环教新论坛 数位摄影展 周周展亮点等活动 把环境守护的精神升值于心 希望让参与的大小朋友 都能化身为环境公民 环境教育其实是一个很生根性的活动 那也更希望能够落入于孩子的本能 还有带到家庭里面的观念 所以当环境的一体 大家一直不断的重视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那这个地球很多的观念 我们会重新在周而复时的回过头来去喜事 怎么去爱护这个地球 所以呢我们再来的十年十年 或再更加的有序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有序 而且是生态的概念 所以后续部分呢 我们不仅在课程上 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扎根 那更多的活动的办理 也会让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 那也很多的学校带着我们的孩子学生 我们一起来扎根我们的生态概念 其中以环境教育中心为主角的数位摄影展 展出新北市学校学生的摄影创作 让环境教育和美感教育融合 展期到2月17号 欢迎前往欣赏 记者方建卡林景瑜巴黎采访报导